拍一下街景吧,让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 现在是十点半 然后正想要防空面包 这个店不开了 对面那个面包店还开,不错 然后 这个是卖水的 这两个鞋肉 开了 但是这个大门不开 只是用小门可以买 然后这是 面包 不开门 这个卖酒的开门了,不错 他们为什么卖酒的都开门了呢 然后对面的是 其他的小店 这个卖肉的也开门了 然后 看到对面超市了吗 我们买东西的大超市 那个超市的话 它是一直 拿木桩子把门给封住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然后这个店的话是直接倒闭了 连商标都没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修手滴的 也没了 也关门了 对面的超市 被封了 因为坐不下去了 还好吧 这一溜看下来 大概有一半的超市是倒闭 还有一半的 就是直接吃的喝的 还没有倒 但是超市倒了 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然后现在还想着防空警报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的念 好 我们继续拍夜景 刚才躲过阿姨们 大妈们那也就实现了 关门了 这个 关什么门 这个直接就锁住了 看锁了 一般喜欢这些地下室 有很多在地下室 开那种小 小五金啊 小商店什么的 毕竟这是主要干道嘛 这个也关门了 这个也关门了 试一试 关门了 这家店上铁门了 不用看了 里面上铁门了 行 我们再换另外一条街吧 这条街的话 这是 Nantaliou's 不开门 这个 倒闭了 这个是卖什么的呀 小卖铺也倒闭了 然后这是一家 啊 一家银行 不靠 银行 银行也关门了 按理来说 我那个银行应该没事 我那个银行是 欧凯亚最大的 那小银行应该 有些扛不住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银行 这个银行还开着门 不错不错 然后这是一家地下的小卖铺 也倒了 前面是另外一家银行 排来是挤兑了 不拍了 最便宜的大米已经是41块钱了 以前说最便宜的大米我记得能买到28块钱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最便宜是多少 你看 还有60块钱的大米 上了 82块钱的大米 只能买一个最便宜的 没办法 最便宜是41块钱 人家说我不会指价格 来指一下价格 然后这是他们的冰箱货柜 再看一下这儿 可乐都没有 来 我也会指价格 空的 空的 然后这是卖饺子的柜 也是块钱 空的多干净 这还有冰激凌 废话谁吃冰激凌啊 我给大家指一下价格吧 看16块8 然后还有不知道多少价格的空气 然后你看我们大姐怎么接水 绝对省钱的小妙招是吧 然后我刚才问了问 她说还可以做饭 具体是哪个地方我就不拍了 免得人来 这个东西都能做饭 好了我不拍了 好气人啊 我们这门的话 得拿一个竹竿的弄开 然后我捡了竹竿的 它就给我叼走了 你还给我吧 来 还给我 咱俩玩丢干干好不好 还给我 我再捡一个去 你到底想个梦 给我给我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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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这干给你了 我自己再捡一个去 哎 你这 我再自己捡一个 我不和你玩了 真的是 这哥们从丁建伯过来 从这睡了一晚上了 我都不敢喊巴子特过来了 前天也睡这个地方 昨天也睡这个地方 我说要不要我们帮助 这家伙还特别的 有尊严 没办法 那么 只是我平常买点东西给他而已 But 你速到